Hello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二 今天凌晨 苹果官网突然上架了一款全新的产品 那就是具备主动降噪功能的AirPods Pro无线耳机 这款耳机上市定价1999元 相较于第二代AirPods差不多贵了500块 那这500块到底贵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一定是主动降噪 AirPods Pro采用了入耳式的设计 内置H1芯片 提供降噪模式和通透模式可选 用户可以根据使用环境自由切换 另外在造型上AirPods Pro也有着较大的变化 盒子更加扁平宽大 耳机相对来说也要更苗条一些 形状不太好描述 看上去就像是植物大战僵尸里的豌豆炮 估计苹果的设计师是个忠诚的游戏玩家 在功能上AirPods Pro支持无线充电 同时还支持IPX4级别的扛汗扛水 但在续航方面AirPods Pro是要稍微弱于第二代的AirPods的 所以这500块到底值不值 还得看每个人的使用需求 而在另外一边 随着AirPods Pro的发布一同更新的 还有库克的推特头像 从之前的未佩戴耳机 变成了一张佩戴了AirPods Pro耳机的造型 但细心的网友肯定发现了 这张照片除了耳机之外 其他地方貌似没有什么变化 耳机显然是被批上去的 而且这也不是库克第一次这么玩了 难道库克真的已经忙到 连出镜拍张照片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谁能帮我打个电话 问一问库克到底咋回事呢 昨天小米CC官方正式确定了 小米CC9 Pro将于11月5日正式发布 并确定新机将会后置1亿像素5摄 打造小米史上最强大的影像系统 现在小米官方公布了一组 由小米CC9 Pro所拍摄的样张 可以看到这是一张拍摄于 美国芝加哥的照片 通过十倍混合变焦后 可以清晰地看到 对面London House顶楼花园中 正在享受下午茶的人们 解析力和色彩等方面的表现 都非常出色 从官方给出的相机解析来看 小米CC9 Pro后置5摄 从上到下分别是一枚超长焦镜头 支持10倍混合变焦和50倍数字变焦 一枚1200万像素的人像镜头 一枚1亿像素的主摄 一枚20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实现117度超大广角拍摄 最下面的则是一枚超微距镜头 支持1.5厘米的超微距拍摄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一组相机的感觉如何 如果售价3999元起步 是否会考虑入手一台呢 在小米官方预告小米CC9 Pro的同时 其还确定全新的小米手表 将与小米CC9 Pro同台发布 很多网友也非常关心这款产品的外观设计 尤其是表盘的形状 今天早上雷军终于忍不住了 在微博上放出了一张小米手表的 真机实拍图 讲真这照片要是没有小米的logo 我一定会以为雷军是不小心发了一张 Apple Watch的照片 但事实就是这样 小米手表主体采用了和Apple Watch 类似的圆角矩形设计 甚至连表冠和按键的布局都是一样的 在此前的预告中 小米方面表示真正的智能手表 绝不是大屏手环 所以小米手表应该会支持eSIM和NFC功能 提供脱离手表独立使用的交互体验 另外小米手表虽然在外观设计上 与Apple Watch神同步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小米手表一定比Apple Watch便宜 预计售价不会超过2000元 年轻人的第一块Miple Watch即将诞生 蜜粉们准备好了吗 Vivo在今年已经发布了一大票的手机 最新发布的Vivo NEX3 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但关于Vivo的X系列 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消息了 现在有最新消息显示 Vivo X系列的下一款新品 将定名为Vivo X30 而且该机还将是一款5G手机 更让人吃惊的是 Vivo X30所搭载的5G方案 并不是来自于高通 而是搭载了三星的Exynos 980 这是一款三星在今年9月份 发布的终端处理器 其采用了三星自家的 8纳米FinFed工艺制程打造 内置独立NPO和DSP 不过在内存规格上 仅支持UFS 2.1 EMMC 5.1闪存 以及LPDDR4X的内存 此前Vivo执行副总裁胡博山曾表示 Vivo从一年多以前 开始规划深入到手机SoC的定义当中 今年年底会有产品首发搭载 与三星共同合作的芯片 看样子应该就是这款 搭载了Exynos 980处理器的Vivo X30了 从网上曝光的Vivo X30活动现场照片来看 X30正面将采用无异形切割的全面屏 而且很有可能是一块全面屏 目前尚不清楚 该机具体会在哪天发布 各位感应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按照计划 11月31日坚果Pro3 就要正式与大家见面了 这是罗永浩离开团队之后 坚果团队独立打造的第一款手机 当然这也是在被字节跳动收购后 所推出的第一款手机 今天坚果手机官方放出了一张预热海报 海报中写到 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的伟大进程中 还有哪一个群体被我们忽略了 看到这里熟悉锤子的用户 肯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随后有网友指出 这个海报跟锤子坚果 以往的海报一样 甚至连文案都没啥变化 最早使用这段话的海报 可以追溯到2015年 当时锤子科技手机发布会预热过程中 就已经用过了 随后这段话在2017年也曾出现过 到了2019年这段话再一次被搬出来 只是字体越来越小了 不知道是这其中有何 寓意营销团队刻意为之 还是真的已经偷懒到 连文案都不想去想的地步 当然作为消费者来说 我更愿意相信是第一种 至于这次发布会的产品 有效益生会有两款产品 一款搭载骁龙730 一款搭载骁龙85plus 但整体的重点其实并不在硬件 而是全新的SmartismOS 7系统 具体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东西 倒计时两天 拭目以待吧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淘宝搜索关键词 微角新选手机好推荐 等你来聊 当然别忘了扫码关注 微角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感谢观看